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浩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先面了 今天的话呢 各位唠一唠这个三国战绩的一个风云在起啊 也不是风云在起 它这个呢叫竹子风云 风云在起的一个改版 因为呢目前呢 邮局平台之上呢 只能玩到这个 鉴于这个正版版权的一个原因 这个版本呢 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说单人可以解四件 这个呢也让祝国亮的速通 就是算做一个普通的一个玩法了 要不然的话呢 单人没有四件就祝国亮速通不了 OK 那么呢咱们一起来看这局游戏啊 这局游戏呢 是我打的一个速通成绩 还算凑合的一局吧 也不是说最好的一局成绩 但是呢整体速度应该还算不错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这个 这种竹子中原 单人这个四件的模式之下 这个速通的记录是多少 不太了解 然后的话呢 这个也算是比较好玩啊 因为呢整体流程不算远 然后呢也是能让你玩到对不对啊 童年的那种诸葛四件啊 一个相当爆炸的一个这个输出的一个情况啊 OK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这局游戏啊 前期的话呢 我是选择了万键穿琴的一个快速清兵 这个位置呢金珠的一串二还是很精准的 然后呢捡一个飞碟直接走 飞碟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小关键道具吧 他在打像吕布了呃吕蒙了 然后这种喂炎了这种的时候呢 有点小用 OK 那这里呢咱们继续调好一个修剑 扎死一个 万键穿死一个 铁甲过来呢打一个八连 直接去奔下一个铁甲啊 然后呢这铁甲身上和分儿避免减到 再来一个升级取消 再万键 再万键 再万键啊 然后最后一个铁甲八连劈死 那么呢开局没有任何的问题 整体的开局呢还算流畅 之后呢站到嫂子的面前 打一套往右的八连 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升级 同时把嫂子劈到晚边啊 这是一个九连 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BA放到左边的小兵 压嫂子一个洗衫安全招 打一个蹲一高输出 再BA放到小兵 再往右继续 这个阿斗坏了事 如果这个阿斗不打这一下的话呢 这局第一关呢将是非常完美的第一关 因为呢刚才嫂子给了一个大破定大轮 我把嫂子直接打一个九连 撞出一个娃娃 然后呢再往外面打一个九连 这样的话呢这局就完美了 这里呢一个追地还追慢了 还追快了 那这样呢第一关再小不完美啊 要不然呢这个第一关呢 应该是一个两分钟以内的一个发挥 当然了这个第一关呢 并不是一个 呃绝对影响 啊不差那几秒 因为的话呢后边这个猪果量呢 需要很多干运气的地方 比如说夏侯渊 啊比如夏侯渊 然后呢比如说夏侯吞 啊这俩关呢让打不让打呢 效率简直是天差地别 然后张流 啊这几个怪呢都是一个运气点 这个位置呢这个小兵呢是一个万剑加一个66A 直接可以秒杀 那这样呢我把这个三个弓箭手秒杀 这呢我习惯性的扔了一个金桌 然后打了一个分 啊打了一个分 这地方看看要不要劈个雷霆万金 啊劈了个雷霆万金 啊我这个方案的话呢也是跟他们这些方案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看他们打过啊如果呢是能看一下这个比如说谁的记录啊我去看一下他那局用的什么方案 然后呢学两招再改两招啊一干的话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调整 这里呢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小方案打了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防反的挖连 然后再继续这个地方呢我是想把这个等级呢升到一个五级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做的好处呢可以在减火箭手上少挨烧两下 当然了我还有另一套想法 另一套想法呢就是说这全程都不打分 然后呢以这个五级以下的分数呢先到夏侯渊 然后呢打夏侯渊呢打一套五级以下呢可以轻松的一个换键链 五级也可以换键链啊 只不过呢有小兵干扰这个换键链呢不太好处 啊所以说呢我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设想 啊但是呢这个 方案呢还没有实施过去啊 这套方案呢没时间研究 所以说呢打的呢还是这个五级下侯的方案 五级下侯的方案呢好处就可以连一个撞A七手的一个九连 伤害也算不错啊但是自然是没有换键链疼 OK咱们这里继续啊 不过呢那套方案呢有那么一点不得心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呢你在貂蟬那个位置你需要一个十级啊 要不然呢貂蟬没有十级你是打不上换键链的 五级打换键链打吊蟬是白蛇啊这是一个弱点 这位置呢我是选择在这儿控制打一个七连最后的二十万 刚好呢升掉了这个五级 那这样呢一个隐神仪可以捡火箭少还少两下 然后呢打下火源也可以连招 啊这是这局的一个套路 OK这位置呢是扔个隐神仪进去 进这个独剑密室呢需要两个隐神仪用一个进一个 另外一个隐神仪的自然就是放到前火箭之上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火箭捡一捡 别捡不要往前走省点时间是点时间 然后挑好金珠出门呢把左边的优先兵杀掉 这样呢保证下方圆出场第一优先很关键 这里呢在金珠好吧 这位置要搏运气了 搏运气呢看后面选民打不打你 哎呀这个运气还是不行啊 就是第一套的这个换键脸呢损失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输出 那么呢咱们开始打这套 P A 这个A还打了一个追地 把小兵放倒 修剑起招 这个地方呢就是看他让不然打 让你打你就能打不让你打就白痴 因为呢你在能修剑的时候呢 下火源很有可能是跳一下 跑一下或者出一张 这就看运气了 这里呢B A消 减一个无名火 无名火的话呢也就是顺手 打连招的时候撞出来 这个位置有铁甲往下窜一张 然后看铁甲的运气 还行这个铁甲还算上档 起码没换手 关键算起把铁甲批飞 然后呢继续修剑起 这几个修剑还挺稳啊 再批啊还行 又是完成了一套九连 这里下火源的运气就算挺好 这该说不出这就挺好 修剑没飞啊 然后呢连招还算上档 这里呢是自己的连招一个失误啊 夹兵导致节奏的一个错乱 这里呢打一个双P 直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换火AAB 这AAB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呢咱们把这个怪 把这个怪去了 把这个火箭换上 把这个怪打死 火箭呢来到下一关的话呢 就是可以快速的清一个豹子 加一个迅速师 这换火箭的原因 看了这个版本速通打起来呢 还是没有那个清满那么疼啊 没有那个清满那么快啊 因为呢这里的清满的伤害呢 做了一些改动啊 比如说呢祝国亮史上现在伤害了 马超属性剑以及招式上的一伤害了 像这个大老虎在原版风云灾旗里呢 祝国亮一下火箭是秒不了的啊 但是那个版本就是包括这个大狗熊 也都是秒不了的 那么呢咱们这里继续啊 大狗熊呢弄一个土雷最好是能一炸三 哎这里是一炸四很完美 这里的火箭呢 我直接开了个AB 还没死 那就剪个修剑吧 正好他的尸体还要消失一会儿 咱们风光往前冲 这里丢一个毒气筒 直接往前来啊 全杀 问题不大 最后土雷有没有三杀 可以 这局的运气呢 这几个道具的运气还不错 那么这里呢 是干净利落的清满几波冰之后呢 咱们继续啊 万级三星的一打三 捡了一个这个 呃 捡了一个这个啥 捡了一个这个这个 猪熔烈 是为了一会儿的这个莲花 打出一个满极的一个伤害啊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个莲花没有满极很关键 这里呢 捡一个金珠 一会儿的话呢 进中打一个一打N 这个位置这个小军不太让拆啊 打了我一下 但是不太影响了 这地方中间这车没爆 我点了一下 让车爆 啊 这几个胖子还逃了还不错 换成铁剑 因为一会儿打下后盾 需要铁剑 好 这个位置继续 来 一个金珠 这个地方打下后盾 好多人说 为什么不用换捷连呢 因为这下后盾 A起没小冰干 可以换捷连 首先呢 这个下后盾不怕火箭 换捷连的伤害呢 就是比这个正常 你打这个九连的伤害呢 基本上是晃上晃下 差不太多 但是 我前面说的一个事 你一定要记住 这种打法呢 单人四剑呢 打貂蝉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证 打貂蝉有一个 10级 那是吧 要不然呢 换捷连是打不了貂蝉的 当然了 我也想过 如果说这种游戏呢 就是能单人四剑 我可不可以在里边 拿个火输 然后呢 打贂蝉 我利用运气打法 因为我前面做过这个 诸葛亮四剑教学 一个是运气打法 一个是实力打法 实力打法就是你的关键链 稳定的三刀关键链 秒掉调查 百分之百处理工 实力打法 运气打法呢 就是火输 从出手那一下 直接把貂蝉堵到晚边 貂蝉不怎么出招 火输烧出巨额伤害以后呢 打一个火箭飞盘的一个输出 这样呢 凭运气打法呢 也可以打出里头 这个呢 就叫运气打法 所以说呢 这个到时候 我再尝试着看一看吧 看看哪个方案 能备坏的 这个比起这个 19的这个 苏同来讲呢 我对这个 风云的苏同 还是比19的苏同感兴趣的 OK 咱们这里呢 利用这个撞AP 打掉了这个黄石弓 利用上下跑位 卡住小兵 换一个剑之后呢 把这个 忍者兵 给了这个万键 秒掉 我看你胖子 没按半键 这里打一个AB全死 可以 吃一头加血 换一个火箭 往前走清兵 直接 然后呢 咱们接着来 这里继续打 继续打 之后这个地方 又 怎么说呢 看你怎么抉择了 如果开场第一时间 打张聊 会刷一个铁甲 然后看运气铁甲打完 第二个呢 就是像我这样慢一点 但是慢一点的话呢 有时候还抢不过 所以说呢 这个玩意就挺安的 因为呢 快打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运气好 铁甲不打你 即便出铁甲呢 他看着你打完张聊 然后呢 你利用火箭 直接呢 万剑加撞打 秒掉铁甲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慢打的好处呢 就是让铁甲 百分之百不出 这样没有人干扰你 你只需要打张聊就行了 慢的话呢 就慢不到一秒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就看你怎么抉择了 我这个位置 这个分数挺尴尬 这个分数真气 这个分数六连升级 下一套打不了 环节连了 好人会说 怎么这套不打 环节连了呢 是吧 打不了 你看我打了个 六连的环节连 是吧 这个伤害也不打进去 这里呢 再来一套 环节连 哎呦 这还失误了 这个张聊有点坑啊 其实刚才那套 不打环节连也行 直接一个批就死了 我当时也是借 为什么一定要打个环节连呢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张聊呢 很不圆满 这个张聊很不圆满 真的也是分数没空好 好时候呢 再研究完就这个套路 然后呢 咱们继续来看下一关 下一关的话呢 就是拿三件的重要关卡了 如何呢 快速的秒查貂蝉 出铝布 这就是人的 拿三件 这个位置呢 我是选择了 万箭三星 清这个忍者兵 直接秒杀 然后这地方呢 黄石公公清铁甲 好处呢 是把格子省出来 然后呢 这个黄石公公打退甲 也算是对头了 是吧 正好没踏电 然后之后再来 这地方呢 扎掉兵 这万箭没打着 好 这里万箭点着了 然后击杀 这地方再杀 这地方呢 小兵推了两轮车 咱们的独头 直接一清三有没有 没有 这就存是个运气了 这个谁来都白扯 这下呢 就是看这个怪 往不往独技总成走 然后继续 右边的万箭 左边的平储 搞定 那么呢 这里继续 撞撞撞撞撞撞撞 兔子还没跑 这位置开个AB 一清四 同时带个兔子 一杀五 这里呢 火箭的点杀 但是这个大爆 不太配合 最后看一眼 背面道具 咱们呢 继续 往前 这位置呢 出门的一个双杀位 然后呢 把虚状石点掉 这样呢 是快速的击杀了 几个兵以后呢 出兵了 老虎由于一下 火箭打不死 咱们呢 就用土雷炸 也可以的 这里呢 继续 赶落 然后呢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里是对口的一个输出 火箭打这个水兵 搞定 然后捡一个修剑 继续输出 这个地方呢 可以打一个右万箭 左边的平储 右边万箭 还不是二连 然后四个铁甲 这个位置呢 刚好是个雷霆万剧的位置 这个雷霆万剧 很重四连的 因为他们出场呢 有一个震惊的动作 因为正随着 哎 这怎么来挑狗 在铁甲的视角之上 怎么来挑狗 这里呢 我再捡那个修剑 没捡上 OK 那咱们进门 准备呢 正面调好毒标 然后呢 毒标打一个貂蟬棋手 咱们来看这个貂蟬 这里直接B 再来 清掉一个兵 让貂蟬棋先出场 搞定 然后呢 咱们换个铁剑 调个傀儡 把调查呢 直接定到离板边 稍微近点 哥们你过来啊 得近点 要不然你换键连打不上 在飞角落的时候呢 这个换键连 是绝对咱们调查的 OK搞定 往右跑 切到独标 让调查往右出招 这里你这样的调查 右边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 因为一位调查如果出必杀 他往左出必杀 那么呢 就会很大用之间 因为一到飞板边了嘛 是吧 这里呢 利用三套稳定的换键连 然后来调查 利用AB快速开门 然后呢 捡点道具 这个地方 这个封书啊 我说实话 这个封书该不该捡 我一直有点纠结 这个封书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打点这个桥 有点用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我选择了一个仗机 瞬间的一个秒轻 然后呢 BA加万剑 这个地方万剑还不死 他这个地方 说实话 封书因为 起手那一下 很耽误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个封书 我觉得比较鸡 他个人觉得比较鸡 OK 那么到用飞板的地方了 这位置呢 第一个飞板就凉了 飞板抱气 往前走 BA站起来撞 然后继续 这位置呢 再打飞板 其实再打AB也行啊 这里两手选择 看你用哪个了 飞板多就多用飞板 飞板少 用点AB 我这里飞板很多 所以说呢 我就没有选择用AB AB是个不稳定因素 比如说这种 这个AB结束之后呢 往左66A还能打连段 但是呢 我嫌这个不稳定了 所以说呢 我不太喜欢用 在飞板多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喜欢用飞板 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依然是 坚持自己的打法 我觉得死一命 没有什么问题 利用死一命呢 让这个减兵剑呢 更加的便捷了 我感觉还挺好吧 当然了 这东西都是个人理解啊 有人觉得不好 那就不好 我一直觉得还不错 那这个位置呢 利用自己的AB扣血 然后呢 让自己的血量呢 快速的下降 这样呢 一会就可以死命了 OK 这个地方呢 我依然是选择用张灵剑 因为这个地方 这四个兵呢 太散了 用张灵剑 我觉得靠谱 换一个铁剑 因为这个人呢 不想马超电剑 可以装这个兵剑 这个人必须 用铁剑装这个兵剑 OK 那咱们来看这个铝盲 这个铝盲的话呢 说是八十住个量 不太好装 你看 我这个三国背又费 第一下呢 这个铝盲定铁上完 然后呢 招案状 这就控不住了 这就 怎么说呢 这就看见运气了 你看 这个玩意儿 没有办法 这有的时候 速通这个运气 就是这么的不靠谱 这位置呢 直接来 来一个九状 等他上来 继续撞 然后发现 没有那啥了 没有这个招案状了 这位置还好 我在死兵之前 把这个兵剑撞回来了 我们来看 直接跑过来 利用死命的以前 一下两下 三一下四下 白减四下 第五下呢 是打得怪了 要不然还能白减五下 现在呢 已经减了六下了 先把兵剑捡起来 因为呢 这个兵剑是大铝萌的 大杀器 所以说呢 必须得先减兵剑 OK 那咱们这里继续 还有一下 捡起来 兵剑剑剑之后呢 这个小兵呢 我是想把它 给它搞定 打死这个小兵 结果呢 还一直打不死 这位置物切个兵剑 打铝萌一个换键连 66A起 往前跑 离近点 三下A换键 就换出来 失误了 这下失误倒可惜了 这里呢 再打一套A起来换键连 放倒 换键 放倒铁甲 然后呢 压一个起山传招 之后呢 蹲打 增加换键连的伤害 之后继续 然后换键放倒 这里呢 起山也不让打了 这里打一个装挡 换键连 然后点一下就行 赶紧换成铁剑 OK 那这样呢 这个铁甲就搞定了 这铁甲就搞定了 这个铝萌就搞定了 然后呢 一定换成铁剑 因为这个是封印在起 封印在起呢 拿着别的铁剑进不去 赶紧再起呢 下关这个门呢 必须得砸着铁剑才能进 要不然的话呢 是白扯 这个铝萌呢 打的还算一般吧 运气不是太好 但是呢 这个最后的几个连段呢 还是铁甲的运气很好 这里呢 修剑一打二 捡上这个什么碗 捡上个黄水公 这边呢 一打N 这三国 这就没招了 这就是纯身运气不好了 然后呢 继续往里走 这位置呢 调个莲花 直接连他们下 莲花这个炸五 之后这地方挑土雷 土雷可以秒杀 土雷的一炸 你看看吧 这个小刀具利用还是很果断 这位置继续往前跑 这已经没招了 这就是顶着这个炸了 你就猛跑 然后呢 看运气 这位置没有选择土雷 选择一个莲花 之后这个位置用土雷炸 然后这位置再用土雷炸 因为后边这个土雷呢 没什么大用 就是说呢 土雷呢 主要就是这个画面 清个南版米 这位置呢 毒气筒 直接呢 一个秒杀 然后这一关呢 直接有打一个AA撞 然后再打三加A 也是个秒杀 只不过这个秒杀来对等吧 OK 那咱们呢 直接往里 进来 踢了这个门之后呢 这位置一开场呢 我就弄了个莲花 然后没中 再弄一个锈剑 捕一下位 之后呢 点上了机关 不要忘了打 忘了打四戒就没了 这位置呢 马上还有 好伙没跑过来 这里得丢土雷啊 这里原本我就想丢土雷 这个土雷呢 再扎这个女兵 这个土雷到后边就没用了 就是这个画面比较有用 基本的第一时间 被四把剑捡 这样呢 把自己的攻击力拔高 一个DNA 清掉一个人指 捡一个语书 一个关键的 一个打黄盖道具 之后呢 捡个隐身一 打司马的关键道具 OK 然后呢 切一个背面的暴剑 出门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暴剑呢 一下秒杀这个女兵 为什么说土雷后边没用了呢 因为呢 这个土雷能秒的兵 毕竟呢 然后呢 这个梦霍啊 梦国登场 一套链招给他秒掉 站A两下 蹲一下 然后呢 站A三下 马上切一个换键 这套换键帘呢 是比较难度的 需要你 换键的时间准确 三下A结束之后 第一时间换键 因为他不像66A之后的三下A 他能取消 这个取消不了 所以说呢 比那个是有难度的 但是呢 这个比那个伤害高 那套链招正好打不死 这套链招正好能打死 这就差点伤害 黄盖登场之后呢 宇树开场 打一个二连 第一下结束之后呢 第二下慢点 慢点 94秒的时候按一下 然后呢 暴气取消 一个8A 无下带走 刚好呢 宇树加一个暴气的一招 带走了这个黄盖 这黄盖呢 是干净利落 这一关整体来讲呢 还算一般吧 不是那么 那个毒气 我为啥不剪了 剪了 我希望瞎了呢 那么呢 这个毒气筒呢 是一会儿打这个 操胚 打操胚的一个 重要的 道具 重要的起招道具 这个位置呢 还没讲病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 速通情况之下呢 这个分 不太靠谱 OK 那咱们这里呢 换个铁剑 调一个毒气筒 调一个火箭 只是瞬间调好双道具 可能你都没看清 这里毒气筒打开场 顺带切到火箭 毒气筋一个兵 AA 蹲A 站A三下 换剑 以后换剑连 升级 然后呢 把剑换回来 这为什么出个双兵呢 有点坑 可能是我那双兵 一起毒死了 那么呢 用毒标扎 换成火箭 继续AA 蹲A 站A换剑 撞打 换回来 然后呢 万箭团形 看一下左边 这里没看住 直接起手 直接是换好火箭 最后一套呢 因为伤害已够 所以说呢 不需要再打 这个毒A的换剑连了 因为毒A的换剑连呢 是很容易失误的 这位置呢 捡一个道具 就直接走 不再考虑 直接捡 1 2 3 4 5 这里切一个中间的炸弹 然后这个位置呢 来个毒标的 一打六又没有 他很帅 这位丢飞碟是没用的 这位就丢了个毒气筒 看看有没有 一打了三 然后人的补一个 也是可以的 这几个道具的释放 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在奔跑之中 调了一个剑 换了一个剑 调了一个绣剑 之后呢 这位置AB拆炸了 然后呢 调一个毒标 一扎三 我这个毒标 有点坑爹啊 这个毒标 居然不是一扎三 我都忍了 居然连个一扎二 都没啥搞 那么这个地方呢 利用毒气筒 清掉右边的这个 训终师 换一个铁 换一个电键 之后呢 快速塞炸了 这里呢 把这个小 小铁甲AB掉 之后这位置 没跑到位 没引出来 这个地方有点慢了 这个地方 最好能留个莲花 应该是留一个莲花 在前面呢 哪个位置呢 比如说 那个三兵的位置 以后呢 我会在三兵位置 批点雷天翻机 然后这地方 留点莲花 这样就好了 包括这地方 也可以批雷天翻机 直接出门的一打二 因为这个气的话呢 我背后有个酒 我是没用的 我这个气用的 还是不太刀位 这个速通的话呢 可以批皮带逼杀 然后这位置呢 威延灯场 威延前面也说了 飞碟是主要打威延 没个道具 这个地方 左边那铁甲晃我一下 我以为飞碟没中手 才铁甲 这个地方这个飞碟 就有点用的 太坑了 三中一的命中率 还好我的飞碟还够多 咱们这里继续 万剑再打一个66 因为飞碟万剑 打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 就是说你用哪个都一样 这里呢 我这些飞碟起 冬业战役就结束了 这样呢 搞定了威延 把这个小兵杀掉 酒壶 就不用捡了 这个气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 气用的不够好 包里有个酒壶 可能到最后都用 用不全了 都用不出来了 这位置呢 独标的一窗三 然后呢 独标再来个一窗四 没冲 这些AB有点着急啊 这里呢 用个修剑 一站二 不是二站二 直接AB死 然后这里打一个 打一个AB 这里尽量AB啊 因为你不用AB的话呢 会有一个包剑的效果 之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 可以PB杀了 就可以PB杀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四马选择不卡兵 不卡兵其实是个正刀 拼一个 拼一个这个快 因为毕竟你是有以前一赛 是可以拼一下快的 这位置呢 是半剑窜息 然后呢 直接开场这一身一 然后呢 切好包剑 AA打一套连段 这就看运气了 铁甲如果不干扰 就就可以完美的 完成那套连招 一套打完呢 最后的时候 打死天甲 打一个撞A起 这套伤害呢 刚好收掉死马 这两套换件也来 刚好表达死马 要不然的话呢 差点伤害 这把张灵剑 怎么还没用呢 这把张灵剑还没用 这把张灵剑 应该在前面的某个位置 给他用一下 这局能提升点 能提升的点 还有很多是吧 正点还有很多 OK 那咱们这里继续 来看最终的用识吧 这里呢 曹操登场 22分半 咱们的开场 一个勇气命中 然后呢 出这个天甲 直接呢 打一套多运的九连 因为呢 这个曹操不怕任何的剑 所以说呢 咱们呢 直接是拼活怼曹操操 然后呢 独标起 这个独标的命中率 肯定要高一点 独标起之后呢 可以能隐身一了 这个血量 打一个BN 直接我还没准备到 冷眼神一 用修剑又打了一套 把这个最后的修剑呢 就是打套高用的 打了一个双P 以前一一丢 最后呢 再用以前一打两套 冷眼神一的时候呢 即将用修剑 这局呢 应该是个23分钟以前了 打一个DNA 最后一套 好 修剑起 站A DNA一个P 完事 22分55秒 这个成绩 还算凑合吧 这个时候还凑合 不是特别快 当然了 也绝对不是特别慢 是吧 那么好吧 伴随着最后的 这个通关画面呢 这一期的这个 诸葛亮的一个 四天的速通呢 也就给各位带到这了 是吧 感谢呢 各位一个23分钟的 一个收看啊 那么呢 我是一个本期的 结束很合 是吧 如果各位喜欢 做的视频呢 还是在这里 麻烦各位啊 能帮忙电影关注呢 就帮忙电影关注 是吧 这是比较 支持的一个 一个方法了 那么呢 这里再次再次啊 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 OK 那么呢 今天的视频 就该告一段落了 咱们伴随着 这个诸葛亮最后的牙 那么呢 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不见不散 拜拜